你的AD Carry並不代表說能夠讓你的隊伍拿下聖靈 因為他不像瑟雷西阿 安妮這種座 或是雷歐納這種遊走能夠把自己的隊伍經濟給帶起來 這角色對面的懸角也給鎖定了下來 那在整個前起推線 哇 這個蹲藏的Winz直接EQ出來 索納來不及喔 這個閃現就 他沒有把他的治癒給交在索納身上 我這邊ROOPING是一個誘惑嗎 一個誘惑 Honey Run看到了殘血的ROOPING 有被誘惑到 Winz這邊出來的是一個EQ閃 直接挑飛了我們哈密瑞拿到的這顆人頭 Trash Mellon也被追擊 還差了15隻了 這邊上面已經落後15隻 我覺得能夠壓制在12隻之中 喔 這邊有點漂亮 卡維打得很不錯喔 最後的點燃在中路 我們的KOOKOO 點這個三角小鐘好簡趕緊插了一個眼 但自己的位置非常的危險 WinzEQ扣得非常久 這波應該原本是一個1穿2 但是還沒有穿到索納 迴旋標 只要賈克斯有眼會不會死呢 下路這邊也爆發一波戰士 哇 這個EQ直接擊飛了卡維以後 11分鐘 TPA的攻勢在上下線 已經打出一個很棒的缺口 韓其這邊穿過來了 直接把傑哥的閃線給逼出來 哈密瑞交出了奧出一月 現在傑哥出現了 傑哥出現了 後面賈克斯找到一個很好的司機進場 TP過來收掉了一個珍娜 WinzEQ應該是想要救出隊友 這邊有辦法收掉殘血的 喔 球尾終於到來了 我來自音音之中 哈密瑞插一刀 直接被徐胡志願給砍死 韓其這邊要配合了阿鑽應收 但球尾是交出了R跟閃線逃脫 兩邊的交換上面是一個二換二 哇 這邊沒有結束 還想要一波反打 TPN又是一次的晉級 兩邊交換了一顆人頭 球尾滾到了兩顆人頭 想要全身而退 阿鑽的跳斬轉好了嗎 W直接衝人出來 他直接開啟反擊紅花 進塔 有沒有辦法收到最後的普攻打下來 利用大絕的傷害順利來說 交換上面也沒有這麼虧 因為畢竟我前面的 卡榨廷的發育也是比較差的 韓其這邊太危險了 沒有閃線可以閃掉EQ 直接被帶走 W一直往前硬蓋喔 賈克斯又是跳了一下眼睛 娜兒跳跳這邊是順利的過來 支援黏住了阿鑽 阿鑽逃得掉嗎 跳了一下 索娜想要逃脫 但Morning不想放他走 最後一個普攻 打出了他的被動 野性本能收掉了 經過了這個草叢沒有check Morning也要準備變小了 阿鑽看起來反擊風暴 韓其跟出來做成了一個控場 Morning這邊想要拉打 因為Winz也在後方 阿鑽趕緊跳脫 但韓其這邊的EQ應該還沒有轉好 所以阿鑽就只能賣掉了自己的Jungle 沒想到在 尼潤以及勒布朗的Kawei 在右側TP的這邊有一個cut的機會 直接選擇硬蓋 Trash Malon反身交出了他的大絕 可是直接被關在競技場裡面 等到這個競技場結束 他可以順利的逃脫 但是Chowy這一波的競技場 還是利用點燃收走了人頭 這邊即使是前面補到了三顆人頭的情況下 他現在的裝備是只有一件大裝 Morning這邊直接變大往前跳 想要回推嗎 Chowy剛剛被關了一波 但是Morning這一波回推很漂亮啊 他直接把賈克斯摔到了均印塔上面 傑哥受了勒布朗尼套傷害並沒有 的機會呢 Chowy這邊是把八龍口的視野給建立出來 抓到了落單的韓其直接上去 打了半條血量 但是後方的Winz跟傑哥是連住了Trash Malon 前面阿鑽跟韓其的聯手是逼退了Chowy 但Chowy這邊其實只是腳掉一個 但是右邊的Trash Malon是交出了自己的生命 Chowy再一次的進場直接利用緩速留住了 阿鑽阿鑽必須要打嗎 沒有他利用一個極限距離的跳演 但是Chowy的虛擁行走可以追 那就可以看到卡薩廷根 然後你馬上就來用他 但是他的捷運搭到一半就在中途被Chowy直接給打 Ru的均印塔可以作為防守了 這邊直接要選擇在主堡通塔前開戰 Kawei反身的傷害沒有辦法帶有傑哥自己的位置很危險 扣了一個W做逃脫 Winz往前硬蓋在溫泉裡面直接被聖光給制裁 雷啊 傑哥看到了自己的Winz送頭以後選擇開啟大絕 旁邊Moning是非常任分的在拆主堡雙塔 Ru平這邊反身是把阿鑽給點死傑哥 拿到了這顆人頭 Moning要準備變大的擊 還有半條怒氣要急 先把自己的位置往後拉以後 打帶走了一個主堡雙塔 剩下最後一顆門牙 Kawei有辦法反擊嗎 人數上面是有一顆人頭的有所沒有 賈克斯倒下是4打4 Moning這邊怒氣變大 直接把Trash Malon跟海吉推到了主堡上面 主堡的旁邊兩個人被擊殺的情況下 TPA要直接拿下了這一場的勝利了嗎 Kawei最後一次的出場反擊 並沒有辦法帶走殘血的Looping TPA